尾巴冲突已经届满一个月了 这段时间呢 以色列士攻击哈马斯 一万多个军事目标 也剿灭了12位的高阶指挥官 不过战争的代价是非常残酷的 因为有超过一万名的平民丧命 当中4000多人都是手无寸铁的儿童 土耳其总统艾尔段 就明确告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现在有必要立刻停火 机关枪连发 装甲推土车开进加萨海岸线 不断往地下开挖 就是要毁了哈马斯的地道网 以色列地面站更往加萨市中心深入 魄力开放欧美媒体随军队拍摄 直击战场最前线 记者们跟着以色列的装甲运兵车 进入到加萨北部村庄 一踏进这里就听见激烈搏火声 在已经被轰的一片残破的废墟之中 飘扬着一面以色列国旗 宣誓主权意味浓厚 他们声称在这里就至少发现三条地道 以色列军方陆续公布在加萨的作战画面 要让外界知道是哈马斯把平民拖入战火之中 指控哈马斯拿民用设施当掩护 以色列的坦克步兵大军逐渐就位 层层将哈马斯围困在加萨走廊的北部 地面攻势不断 还有日夜的轮番轰炸 这样的战火已经要满一个月了 以军再释出影片 强调人质为全属获释前绝不罢休 这也意味着对加萨的打击更是一刻不消停 加萨第二大的圣城医院频频传来爆炸声响 民众惊慌地把受伤的亲友送医 而就在前一天 以色列指控哈马斯利用救护车当掩护 轰炸了救护车队 现在又说哈马斯把医院当成战争机器 以军发言人秀出医院的空拍图 角落地方放大再放大 告诉媒体这里藏着发射台 以军才会攻击 以色列说罪证确凿 听不见加萨平民的哭喊 医院既得医疗救治 又得收容大量民众 早已不堪负荷 有加萨当地医学生自拍实习实录 走廊上全是躺着睡觉的民众 连走路都得很小心 原本说好的南部避难区 也似乎是骗局场 加萨中部的马加奇难民营 惨遭空袭 许多人在睡梦中被埋在华丽堆中 一夜又至少52人死亡 这当中还包含土耳其新闻社 摄影记者的四名孩子和亲人 工作中接获消息 赶忙跑到医院认识 记者哭到眼睛都肿了 以色列猛后南部避 引爆各国怒火 但是乙军说有事先公布撤离令 还公布了录音打字新 但是约旦的皇后 马上跳出来打脸 批评以色列只是作秀 给外国人看的 只是以色列攻加萨 虽然炮火猛烈 但是最重要的人职营救任务 反倒是原地踏步 乙军宣称 已经歼灭12名哈马斯指挥官 再把目标瞄准哈马斯领袖辛瓦 要加萨人民大意灭清刺杀辛瓦 不过辛瓦至今生死行踪沉迷 要彻底歼灭哈马斯 势必是长期作战 TVBS新闻 总和报道 而以色列在进行新一波的地面行动之后 他们宣称已经将加萨一分为二了 而当周呢 这个第36师的地面部队 预计会展开南北河围 48小时之内会攻入加萨市 不过以色列的官员 在这个紧要关头却失言了 他说呢 不排除会对加萨走廊投掷核弹 现在他已经被停止处分 一台台以色列坦克朝加萨内部往前开 强大火力毫不留情 猛轰远处建筑 以色列士兵行精的废墟处 似乎看不见哈马斯的身影 针对地面站近度 以色列国防军说 已经成功将加萨一分为二 不过就在以军宣布包围加萨北部的同天 哈马斯又从神秘地点射出大量火箭弹 泰拉维夫上空警报大作 充满紧张氛围 以色列公布更多哈马斯 拿医院当军事据点的证据 这段空拍影片显示 加萨北部谢赫哈马德医院四周 出现多个神秘地道出入口 以色列说哈马斯就是从这里朝以军开枪 其余在江萨内部作战的乙军 也发现哈马斯的火箭发射器 藏在游泳池附近和游乐场中 我们可以在耳朵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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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一个车子 的车子 的车子向以色列 只有五十米 从小子的车子 红色箭头的地方 就是火箭发射器的位置 一旁能看见海盗传汗碰碰车 不过谈及加萨仍有民众受困北部 以色列也搬出证据说 是哈马斯设置路障 加萨民众进退两难又缺乏燃料 只能收集树枝充当柴火 边讲边哭还得想办法生存 在街头生活主食 不过先前受困加萨的 CNN记者一家 总算成功撤离 他们是在上礼拜五列入名单中 过境埃及的拉法关口 CNN记者的两名儿子 终于展露笑颜 但像他们这样的幸运儿 其实不多 因为自从周末传出 有救护车预袭后 拉法关口再度关上 一名埃及妇女 忍不住崩溃 跟另外接年把冷汗的 还有以色列文化遗产 部长一席核弹选项之说 虽然他已经遭到停职 但加萨人的怒火 越少越旺 并直指以色列 这一个月来的炮火攻势 跟核弹也差不多 为了避免冲突恶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接连访问约旦河西岸 和伊拉克 却挡不了 仍在扩大的示威潮 大批伊拉克民众 挤爆巴格达街头 表达不欢迎布林肯来访 同一天土耳其也上演 失控示威场面 抗议群众试图闯进 美军驻扎基地外 现场还与警方爆发冲突 丢职十块义务 逼得土耳其警察得出动 强力水筑驱离 前以色列驻纽约总领 是谈加萨危机 他言像哈马斯这样的意识形态 其实很难根除 军事上或许能扫荡 但后续谁来管控加萨 才是挑战 未来势必得采取某种国际上都能接受的 新托管关系 不过目前双方连停火都谈不上 加萨权力真空 苦的还是小老百姓 这场战争是劳民又伤财 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 以色列的国防支出 加上援助受难者所需的资金 这场战争的总成本 恐怕是超过台币1.6兆了 而花了这么多的钱 却让以色列陷入更多的困境 像是在国际社会上 出现了反以色列的浪潮 而国内的政治分歧 又是更加的严重 有超过7成6的民众认为 总理纳坦雅胡 应该要下台负责 愤怒抗议包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关顶 和警方爆发推挤 这群以色列示威民众痛批纳坦雅胡政府 无能 以罢局势才会失控 来到台拉维夫 人质家属也聚集起来 表达不满 第六度担任总理纳坦雅胡 靠着打国安排上位 结果以色列还是被哈马斯攻击 频道显示 高达7成6以色列人 希望纳坦雅胡下台 也有将近一半民众认为 哈马斯攻击 他该负最大责任 不止国内 纳坦雅胡在其他中东国家 更不受欢迎 托尔齐挺巴勒斯坦示威 一大群人想闯进当地美军基地 遭遭距离 西方国家政府虽然外交上 支持以色列 但压不住人民的示威潮 法国巴黎第一场警方 批准的大型挺巴示威 就吸引将近两万人上街 而在以色列最大金主美国 白宫外出现巴勒斯坦旗帜 要求拜登政府 别再力挺以色列 轰炸加萨人 而和以色列关系 本来就不密切的国家 更没在客气 国内国外压力 那他亚胡政府腹背受敌 但更让人担心的可能是经济 早早打预防针 告知国民战争恐怕打很久 以色列经济学家报声称 以国财政部估计 如果和哈马斯对抗8到12个月 以色列损失将高达2000亿席克 大约台币1.6兆 相当以色列一成的GDP 而且这还只是乐观估计 不考虑黎巴嫩或夜门加入战局 其实早在开展两个多月前 专家就警告 以色列经济因为一连串动荡 面临危机 现在开展了天天多少大约台币80亿军费 还有超过30万劳力去当后备军人 劳动市场跟着失衡 种种经济坏消息 信息机构穆迪已经考虑将以色列信用平等降级 美国表态挺到底 不会没钱给军员 国际能源价格目前也没有大波动 未来经济冲击还很难说 世界各国密切关注 第一篇新闻综合报道 还有密切关注的当然就是台海局势了 美国智库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 解放军很可能会利用民用的滚装渡轮 来加强对台湾的两栖军事行动 而台湾又该如何应战呢 我们要看到是民间发起的第一份兵推 结果正式出炉了 专家学者认为如果真的要攻台的话 解放军很可能会先锁定我国的基础建设 而受限于战事跟地形 台湾的东半边是很难运输不羁品的 所以到时候民生的物资准备将会是一大关键 海上有解放军军舰境外常态操兵 岸边也有夺岛作战正反复演练 当中共致力拓展海权 同时累积攻台能量 政令所致军民协力 民令要求协助捍卫国家利益的军事行动 解放军征调民用滚装渡轮支援前线 明明行之有年 不过美国国防部和各大智库 近期纷纷在公开报告注记 威胁更胜以往 原因是单从投入演习的数量来看 已经翻倍 从公开资料来看 在中国大陆将近接近有100艘的滚装货轮 那未来也就是按照他订单 他厂家接的订单来看 也就是说在2027之前 可能中国大陆还会再造出100艘 也就是每个人会说 未来中国大陆可能会有200艘的滚装货轮 当然这200艘滚装货轮 不见得未必全部都会投入到 边路来使用 民用船只少了敏感性 沉平时期游走灰色地带 战时只要前线部队能建立摊头堡 滚装渡轮就能协助载运大批车辆物资或是人员 过去虽然不发成功案例 罩门却也不少 在英国跟阿根廷的福克兰战争的时候 英国也有用 在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 比如波兰战争的时候 美国也有用 那如果今天你在没有掌握海优 除了动用顺序 位列后端 大规模的调动 必然让开战争猴更明显 比如说现在我们台湾有越来越多的飞弹 号称是可以对中国进行一些源头的打击 那代表的是今天解放军 他在集结部队的时候 就不会是只有在东部战区 打算要对台发动攻击的D-Day的前几天 或者是前12小时 才紧急从北部战区 利用滚装货轮船 把他的部队运到东部战区 然后到东部战区之后 再进行这一个装载 再进行对台湾的一个攻击 这会代表的是对于中国来说 他的一个准备时间 跟准备的一个空间加大了 大军未动后勤先行 或许也给了台湾比战空间 一如日前国内第一份民间兵推所言 美国的兵器推演 通常都是D-Day scenario 就是一开始推演就开打了 那这一次的兵器推演是D-30 换句话说就是 开打前的30天开始推演 因为如果我们能够从开打前 就开始推演 很可能D-Day就会往后延 或者是不会发生D-Day 参演学者解释情境想定 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一干退役降领 今年从不同角度切入台海防卫战 八个阶段只有动刺2和动刺3 探讨解放军的攻势 其余六项则是从各国撤侨 国际第三方斡旋调停 着手分析停火的可能性 其中国内面临战争时 能源供应 网络运作 经济供应链 或外贸市场 甚至是医疗能量的负荷 反而成为主角 今天美国会去介入的 或者是我们可以看 今天去推演的很多智库 不管是五角大厦 或者是什么一些 军事相关的一些智库 他们着重的是 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或者是美国要付出多少代价 才能够去阻止解放军 进攻台湾 我们的一个角度 不会是只有在军事战略 而是我们要如何在 还没有开战之前 透过可能外交 可能任性 可能是各式各样的方式 去让北京或者是中南海 去取消对台湾进攻的一个打算 特别是近两年 中共围台军演 新的手法日趋清晰 如果一如推演 中共在2027年发入登陆战之前 先发动围困 台湾准备好了吗 穷台比买台要便宜 那围台比穷台更方便 大部分兵级推演 都是战损比 谁损失多少船 谁掉了几架飞机 而没有去思考 其实台湾最大的弱点 不是军队的战力 而是社会的韧性 尤其国军近年高喊全民总力 跳脱兵力的比拼 战争中没分明物力 是资源也是软乐 TVBS新闻刘立成耶辅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